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沒有 人家也是有模模樣子 不是專職的 沒有真的受過訓練這樣子 所以他們一開始這四男四女 他們的地位就有點不一樣了 因為女的就感覺 那群女的就感覺好像地位比較高 對 男模就稍微矮一截 可是其實這四個男模 同時看上同一個女模 因為大家相處五天其實會有感情 最正的那一 對 最正的那一 就是比較甜美 因為有的模特兒看起來 是比較有個性 比較冷酷的 不一定是大家會喜歡的那種型 可是 所有的男生都只看上同一個女模特兒 然後你知道 如果沒有人跟那些男生競爭就算了 有一個男的他發現 怎麼辦 他同時有三個競爭對手 所以他就非要把那女的追到不可 然後他就是對他女的很好很好 然後在那相處的五天 就是對他非常的 無為不至的照顧這樣子 然後還會表現出自己 就是各方面很優勢的一面這樣 然後五天的活動結束之後 那個女的唯一有聯絡就是 當然就是跟那一個表現 就是最有企圖心的那一個男生這樣子 然後那個男的 其實在追他的過程當中 也表現得很卑微 因為他自己覺得說 地位有點不太一樣這樣 所以就是也很乖巧 然後也對他就是 驅攻卑溪這樣子 驅攻卑溪 對 驅攻卑溪這樣子 卑攻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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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反正他就是一直對那個女的 非常非常的好 那女的當然也覺得 就是受到感動 畢竟有一個男的 一直對他這麼好 所以他們就在追了他一陣子之後 他就答應跟那個男在一起了 但是他們的幸福日子 他們的感情之路 只大概走了半年六個月而已 就是差不多六個月 然後前三個月他們都好好的 還是看起來很幸福 像就是一般的男女朋友這樣 熱戀當中 可是後三個月 他們的感情就急轉直下 因為那個男的態度都變了 他後來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玩膩了 對 他覺得追到手了 膩 可憐的是那個女的 在最後的那個月當中 他不小心懷孕了 然後懷孕了他就想說怎麼辦 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追到手只是在一起 對 然後可是就是那女的自己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怎麼就是未婚就懷孕了 然後他就去跟他男朋友講討論這樣 結果他男的朋友在後期那三個月 本來對他態度就已經沒有很好了 一聽到他懷孕 整個就是 對 還對他發脾氣這樣子 想說你為什麼這種事還要來找我 你就自己去把它解決掉 然後就是對那女生非常的惡劣這樣子 然後他也不想想當初是怎麼樣 就是卑躬屈膝這樣子在追人家 對 然後後來那個男的甚至就是 還在跟那個女模特兒沒有 完全分手分乾淨的時候 就去交別的女朋友 就是還劈腿這樣子 好爛喔 對啊 然後那個女模特兒 才真的就是很傷心很絕望 才去把小孩拿掉才分手 卑芬老師 佼佼 所以我會跟大家說 這種偏執型的人 得不到他就越奮起 所以你只不過是他一個目標 千萬不要覺得他很用力的追你 就是很愛你的表示 所以有些時候他只是要證明 自己是好的 自己是優秀的 所以我覺得在愛情中 尊重還是很重要 尊重別人的決定還是很重要 單戀是要尊重的 因為別人的選擇不一定選你 但你越尊重代表你是真愛 謝謝四位來賓精采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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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